好的,這個影片是阿州去連江縣馬祖這邊旅遊 去大丘島去探索梅花路的一個過程 這個費用是一個人傳票300多塊,大概350元 就可以到大丘走走,順便探索梅花路 從南丹的湖澳港出發,船行的時間呢17分鐘 就很快的就可以到達大丘島 一上島馬上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看工作人員 先把船隻可以綁好,以免遊客掉到海裡面去 綁好之後一上來就馬上眼前就可以看到在港口這邊 一群一群的小群小群的梅花路 他們也不會怕人,只要你手上有拿著商業 他自然就會過來,在島上就很多人拿著商業 在這邊餵食的梅花路 那這些照片呢,就是我在線上隨便隨意的所拍的 那後面還會有影片給各位看一小部分 這個影片並不長,很快就可以看完了 好啦,在島這邊,以港口這邊餵完之後 就可以爬這斜坡一直爬到上面去 那在沿途呢,這群梅花路還是跟著人群走 為什麼他們的早餐和午餐 可能就是這些遊客所帶來的這些商業 其實這些梅花路是也放在大丘島上 非常非常的多 那有機會真的,那馬祖旅遊啊 這個地方一定要來,值得玩 尤其有帶小朋友的,你看這小朋友 那梅花路追著他跑 為什麼?因為他手上有商業 那小朋友在這邊玩的普遺樂物 這是這個行程上還算不錯的一個店 其實到馬祖旅遊的,很乏味啊 我說實在的 那這個大丘 有點像到日本奈良的那種感覺 路會追著你手上的食物 不同的是,這邊是拿商業餵食 這個斜坡走上去就是大丘 以前這邊有人住人 現在都遷走了 那我跟第一女主角就是怕樂 所以說我們也不去到上去探訓 就走到這個碼頭旁邊的這個涼亭 這邊吹著海風看著海景 就是上去的波段 這邊呢,感覺坐在這邊啊 那等著時間到再坐船回去南桿 那這邊就有些遊客也跟阿周一樣 不願意爬上去 就在這邊看著整片的海域 其實我發覺這邊的島嶼非常非常的多 那把大丘這邊啊 那把大丘這邊啊 還為一個 飼養梅花路的一個野方的地方 還算不錯 好啦,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我是阿周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影片 關注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影片見 OK